鱼大刺 这一步我们一定要是用刀紧贴的这个鱼篮 把这个鱼大刺把它取下来 也是同样的把它剁成块备用 我们这样斜刀进去下去 直刀出来 可以稍微的片厚一点 这样我们鱼片就片好了 我们先把这个鱼片放五六克的盐下去 然后把这个鱼片抓拌一下 这样可以去除鱼片的一个土腥味 和它的一些粘液 以及血水 接着我们再次把它清洗 我们让这个鱼片在这里冲洗三到五分钟 同时这个鱼土头 我们也要把它冲洗干净 冲干净之后我们把它捞出来 现在我们这个鱼片也差不多了 也冲白了 鱼片冲洗干净之后 我们把里面的一个水分把它挤干 尽量把它挤干一点 这样待会我们在后面腌制的时候 调料才能够被吸收 现在我们来把这个鱼片把它腌制一下 我们来五克盐 三克味精三克鸡精 适量的白胡椒粉 分多次少量的加入这个清水 把它搅打上劲 再来少许的清水 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 饭店里面的一个酸菜鱼的鱼片 或者是水煮鱼的鱼片 嫩的跟水一样 所以说今天我也是来分享一下这个方法给大家 这个鱼片已经起交了 上镜了 接着我们来一个鸡蛋清 但是很多朋友在做这个酸菜鱼或者水煮鱼的时候 盐这个鱼片 大家都是把所有的调料 都是一股脑的往里面放 盐味精 鸡精 料酒 还有蛋清 还有生粉 这个放料的顺序是完全不对的 我们接着所有的调料放进去 把这个鱼片搅打上镜之后 我们才能够去放蛋清 这样这个鱼片 上面就好像跟我们的女童子一样 附面膜 蛋清就相当于一层面膜 能够锁住这个鱼片的一个水分 蛋清放一层面之后 我们简单的拌两下就可以了 接着放入我们这个干生粉 腌好之后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最后如果我们怕它下锅的时候 再次粘粮抱团的 我们还可以来点这个生的植物油 再简单的把它拌一下 所以说这是这一个鱼片的腌制 然后趁着这个鱼片腌制的时间 我们来把这些小料来准备一下 生姜我们切成末 大蒜子我们把它剁成末 野生椒我们把它切成圈圈 我们放在一行备用 鱼酸菜头子这一块 我们把它稍微的切细一点 到了叶子这边 我们可以稍微的切宽一点 这样方便我们一个夹起来吃 最后小葱我们切点葱花 好了,这是所有的这个酸菜鱼的一个小料 下面我们酸菜鱼的鱼片也腌制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上火操作 锅里来少许的猪油 把这个鱼酸菜放在锅里简单的爆一下 让它一个香味充分的释放出来 然后打在一边备用 接着我们来煎制鱼骨头 煮鱼汤 先把锅蒙火烧热 放油滑烫 然后锅里放入适量的猪油 锅里来小半勺银 放入这个鱼骨 小火慢煎 接着我们放入姜末 来少许的高度白酒去腥 接着放入提前准备好的一个开水 大火 把这个糖煮冷煮白 现在我们开始来调味 我们来两勺盐 两勺鸡精 少许白糖 提前适量的白胡椒粉 然后把这个酸菜倒下去 接着放入这个野生椒 然后出锅前低级的少许的白醋 这样这个糖会更加的酸爽 然后我们把这个鱼酸菜鱼骨 把它捞出来 放入这个锅里面 垫底 下面一步也是非常的关键 就是我们烫这个鱼片 让这个锅里的鱼汤保持这种微肺的状态 但是不要滚 接着我们把这个鱼片放下去 一片片的放下去 我们先让它在锅里面 搭一个30秒钟左右 以免这个鱼片放下去会脱胶 然后用这个炒勺把它轻轻的推动锅底 在这个鱼片变色之后 我们可以关火 让这个鱼片在这个鱼汤里面浸泡 30秒钟左右 这样这个鱼片它的一个成品 会更加的细嫩爽滑 好了现在鱼片已经熟了 我们把它倒出来 下一步我们烧点热油 把这个干花椒粒放下去 蒜落放下去 辣椒结放下去 最后放入葱花点缀 接着撒少许的炒熟的白芝麻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鱼片的效果 我这样用力它都甩不散 它都破不了 所以说在饭店里面 为什么这个鱼片会非常的入味 又好吃 并且还薄 不管是家庭版的酸菜鱼 还是酒店饭店版的两个核心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鱼片的一个上浆的手法 然后第二个核心就是这个鱼汤的一个熬制 我们如果想要这种黄色的汤 可以用选用菜籽油 如果要白色的汤 我们尽量是用这个猪油 这样猪油煮出来一个汤 它会更香更白 这份酸菜鱼 其实我们鱼片不是最大的亮点 倒是这里面的一个鱼酸菜和鱼汤 才是这道菜的一个灵魂 鱼汤酸爽 鱼酸菜吃起来非常的下饭开胃 好 最后大家如果喜欢这道酸菜鱼的 大家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 或者是说在评论区下面 以及弹幕中发表你们自己的一个看法 还想了解更多香菜的 欢迎关注香菜阿来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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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